阿倫 阿倫 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知道 日本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泡麵 叫做日清所做的泡麵 叫做カップヌードル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泡麵呢其實是日本呢 已經發行了好幾十年的 一款那種非常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一款泡麵 然後最近呢他為了要慶祝他發售 45週年呢 所以他又出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泡麵款 大家都知道這種泡麵裡面呢 他有那種乾燥的肉 然後那種肉呢 就不知道是叫什麼肉 所以說日本人他們都稱呼他為 謎肉 就是謎之肉 不過其實他就是用雞肉跟豬肉 混合出來的一種肉 然後最近呢 因為為了要慶祝他45週年 所以說日清推出一個限量 期間限定的商品 是什麼呢 就是 這一個 Karen BIG CAP NOODLE NASO NIPUSA 對 就是這一款那個 CAP NOODLE的那個 迷肉祭 就是祭祭的祭典 的意思 然後就是說 它呢據說呢會比我們平常 所吃的這個 這一種的一般的包裝裡面呢 肉呢多出了十倍 多出了十倍的肉 其實呢這個呢已經推出了有一小段時間了 不過呢因為 據說呢就是 賣得還不錯 所以說他最近呢已經 停產了 賣得還不錯所以停產 就是他可能怕會打壞市場 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說他現在呢已經 一般的通路上會比較少看到 不過阿倫也還蠻幸運的是 在 日本的711呢 就看到了有在賣這一款 不過呢他上面也有寫說 賣完的話他們就不會再進貨 所以說如果 最近有機會來日本的話呢 可以來找找看這一款泡麵喔 然後到底 他這款 米肉劑裡面的泡麵呢 跟我們這個 一般的泡麵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打開來 為各位大家來 看一下 看看這兩款 到底有什麼差別吧 好我們現在馬上就把它打開來看看吧 像現在畫面 右手邊呢 這個是米肉劑 然後左邊呢 是我們一般的口味 然後我們來先看看 一般的口味 裡面大概是長什麼樣子吧 其實這個這款呢 是還蠻受歡迎的 所以相信大家呢 那個都還蠻知道 打開來看到 欸就是像這樣 裡面有蝦子啊 有蛋啊 還有這個 這個呢就是它所謂的米肉 是一個非常好吃的口味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這一款 米肉劑 它裡面又是長什麼樣子吧 好 3 2 1 喔 哇 像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 超多肉的耶 它完全 完全就是肉色了吧 這個 來我們靜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就是像這樣子 它裡面全部都是肉 相較之下 它裡面就沒有像是有 有蝦子啊有蛋 蔥 這裡面也是有蔥啦 米肉劑裡面也是有蔥 可是就是沒有像蝦子跟蛋之類的東西 耶 所以相信它們味道 煮起來應該會不太一樣吧 好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泡泡看吧 好讓我們計時三分鐘 好我們現在已經過了三分鐘了 我們現在馬上把它打開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 傳統的感覺 欸 沒錯 就是像這種感覺 就是像這樣子有蛋有蝦 整體的感覺 真的非常棒 它這個怎麼講 它的平衡感呢 做得非常的好 Balance 它的味道啊還有那種 裡面的料之類的 像阿倫很喜歡吃它這個蛋 它的蛋的味道非常的好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米肉劑的 做出來又是什麼樣子吧 來 3 2 1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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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5 6 5 5 6 奇妙的差別 好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米肉雞的肉 嗯 鹹鹹的 還蠻配麵的 那種感覺 另外除了米肉雞的泡麵之外 它裡面還有這個像這種紅紅的 東西大概黏在快點上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就一個紅紅的 這個有沒有 這好像是辣椒皮 對 可是不會辣 完全不會辣 所以說如果怕吃辣的人 也不用擔心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吃掉吧 一個人吃兩個泡麵 好的 以上呢 就是這兩款 像是日新所出的 原本所出的一般口味的泡麵呢 跟這一款 因為它45週年所推出的 紀念的米肉劑的泡麵 口味的一個簡單的比較 跟試吃的感想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阿倫是覺得說 雖然說這個米肉劑呢 它的視覺效果呢 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它裡面很多囉 一打開 哇 全部都是咖啡色 那種感覺真的是 還蠻特別的 跟我們一般 打開那種泡麵的感覺呢 感覺真的差蠻多的 而且它的口味呢 也還不錯 不過呢 跟這個原本的 Original 他們最經典的這個 口味比起來 阿倫覺得呢 還是 兩個互相比起來的話 還是這個 略勝一籌 因為它除了有肉之外呢 它裡面還有像是蝦子啊 蛋之類的東西啊 我覺得它的那種 怎麼講 Balance 就是它的那種 平衡感 各個食材的平衡感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吃 所以兩個比起來呢 阿倫還是覺得說 嗯 這個 這個口味還是 比較好一點囉 今天的阿倫Channel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Channel呢 只要是跟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呢 也像是一些比較 新奇的產品 或是像這種 這種 迷肉劑 限定推出的迷肉劑的 泡麵的一些 介紹等等 另外呢 偶爾還有一些像旅遊啊 或者一些 阿倫在外面所 日本的一些實際 等等的影片的介紹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來追蹤阿倫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 另外呢 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還有阿倫還有Facebook的粉絲頁 請不要忘記去幫我按一個讚喔 それではまだ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ven成員 無慈干 你 蜥地方 一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